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东欧的农作物重要产区遭遇焊象 导致7月份全球粮食价格飙涨10% 增加世界上穷人面临的食粮安全威胁 日本知名的明智乳液 今年宣布回收一款可能资深微生物的牛奶布丁 这款有问题的明智牛奶布丁BIG200克 包装上保存期限到下个月14日 但经检验后发现 如果布丁存放在设施10度以上的环境 布丁内一种甜酱所含有的微生物就会开始繁殖 总计将回收23万个 前世界球王罗迪克宣布 将在今年美国公开赛结束之后退休 罗迪克生涯赢得32座冠军奖杯 也是至1999年阿格西之后 另一位世界排名第一的美国球员 新唐亚太电视整理报道